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剛剛沒多久以前的一個更新喔 這個10月13日的自動更新 更新的一個不得了的東西啊 各位 欸 等一下 畫面咧 哈囉畫面 有了有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找一下喔 更新通知應該是這個 那這個更新通知呢 它有什麼 它有第一個是 呃 這個二次覺醒的難度調整 然後這個部分就還好 這個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也稍微小優化了一下購買的這個方式 這邊都沒什麼 重點在於這個 這個 據點站淘汰賽跟這個特別比賽 可以從每個配置防禦隊伍當中 選擇一隻魔靈並於開場的時候 增加一個第一個技能選定的使用 欸 不是 老哥 你有這功能你可以先開放在地下層嗎 你知道我們為了那個地下層的那些技能 弄得多辛苦 弄得多麻煩嗎 你可以先開放地下層讓我們的那個水海道 讓我們的這個什麼 打手 風仇可以穩定的 一開始就放3技全體破防 一開始就用3技切斷術嗎 老哥 你明明就有這功能 你不是做不到嗎 阿你不是做不到 你為什麼要現在才弄 而且你還只弄在據點站 這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這是百明人來搞的 我就是要搞你們的心態 不過他目前來講他只能用於開場的第一個技能的選定 那這個開場的第一個 而且他只能選擇一隻魔靈而已 所以並沒有辦法讓三隻魔靈都順著你的意思去做出手 那這個可能比較能夠給到的貢獻就是一些 如果你的隊伍裡面有超高速提條角或是超高速的控場角的時候 可以控制他們優先去使用這些技能 所以這個改動我覺得 對於據點站來講絕對會有一些 有一些人的勝率會因此下降 但也有一些人的勝率會因此上升 我指的是進攻方面 為什麼呢 因為防守方面一定都是上升的 這沒什麼問題 就是大數據來講防守率應該都會上升 但為什麼進攻會有人上升有人下降 是因為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從隊伍上面去判定出 這個隊伍對方應該會讓誰去先手 那可以針對這一點去做一個克制 去做一個反制 那當然也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就是 原本可能可以藉由AI不小心耍蠢而僥倖拿下一場勝利的 這些情況就會下降 所以這個改動我覺得不錯 可是你放在據點站反而就沒那麼好了 你放在據點站支持讓大家更搞心態 但如果你今天放在 這個卡伊洛斯地下城頭 我跟你講 大家給你鼓掌拍手再點讚 真的欸 這個 呃 可以預想這一次的據點站淘汰賽 可能又會淘汰一些工會了 而且是認真的淘汰 那後面就是這一次的一個淘汰賽的規則啦 那 呃 屬性能力值的變化 什麼戰鬥中火屬性體力增加30 水屬性攻擊減少30 那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直接去使用這種純水隊來做防守等等的 那無法復活 等於說 我們就可以直接走那種高傷害 就是或者是高 高坦度 然後去磨 讓對方不能利用復活來增加他的容錯率 然後限制使用不能使用魔陣術士 原則上這個就是針對 封魔陣來去做的一個規則 然後 增加符文效果 所有參與魔靈將會發動兩件套的封印效果 這個是什麼 這也是來搞心態的你們知道嗎 就是 欸 你們大家都不用封印是不是 沒關係我強迫你們去使用 呃 這個 這個也是來搞心態的啦 然後 套用聚殿領袖 在該戰鬥當中 所有的防禦增加40% 但是不套用個別的魔靈領袖 這個可能就還好 但是我覺得 封印符文的效果跟第一個 呃 不是 封印符文的效果這個比較高 那第一個可能普普通通 第一個可能算是普通 畢竟 呃 第一個的話 就可以去利用這個純火隊 然後 對面就算出水出去魔靈 可能也沒有那麼好打喔 好那其他的話 有改了一下 玩偶熊的透明度 這改在幹嘛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其他的話 好 那這一次的一個臨時的改動 大概就有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come to us 拜託喔 你有能力做到 增加第一回合使用技能的這個 這個能力的話 可不可以先去幫我們的這個地下城 卡伊洛斯地下城 來去優化一下 讓更多的玩家在農地下城 更舒服一些些啊 就是不要只想著怎麼樣 讓玩家在巨點站的心態 就是爆炸或是憤怒 然後去課金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很累的裝 很累的模式欸 那不過在這個跨服公會站 可能就還沒有這個功能 目前看起來只有在巨點站的時候 是有這個功能的 大家可以看 等下去有選定第一個技能 那為什麼我會說 我剛才有說到嘛 就是對於某些人的進攻會比較好打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這個隊伍 大家看到這個隊伍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誰一定會第一個使用技能 如果我要選的話 我一定是第一個選擇使用這個 風冷魚的技能 然後再來 像是這個陣型的話 這個陣型我最快的是光狼人 我動我最快的是光狼人 所以呢我一定會怎麼樣 我一定會選擇光狼人 去一開始使用這個技能 就是拉動整隊去做一個輸出 那所以 然後像這個隊伍也無庸置疑嘛 一看到他就知道什麼 一看到他就知道我一定會讓 暗香草去使用第一個技能 所以其實 其實 新增了這個改動之後 大家也可以去從這個隊伍 就很 有些隊伍就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說 喔這些角色一開始會用什麼技能 當然 也會有一些隊伍就會變得比較 魔人兩可 像是 這個隊伍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開場會不會去使用光奧的三技能 但是其實這也未必 因為 我們可以說 就是扛過一波之後 光奧再全體解掉 那可能會更希望 光奧如果開場去使用二技能 讓其他人 裝個絕望什麼去接上 也是一種 考慮的 點喔 所以 可能對於一些 比較有出技能的選擇的隊伍來講 反而 這個東西會讓進攻幫混淆 但是如果是這種 比較明確誰應該要使用技能的 的陣型的話 那就未必 其實我剛才後來想了一下 這隊也未必要光讓人先用二技能 甚至我 我對於我整個隊伍的速度是有自信的話 我甚至可以讓這樣子去做使用 這樣子 然後呢 其他人再去接上去 其他人再去接上去 做一個輸出 就變成說我可能是水屋女軒洞 然後後面讓光狼人跟暗骰去做一個收頭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小更新 跟大家的一個分享 那我也是覺得說 真的希望 COME TO US未來可以去新增 地下城的技能使用啦 這樣子 絕對是對大家 我相信大家絕對會非常支持這個決定的 我記得來沒多久之前才有人說 那個都九年了 怎麼做他更新技能的使用 欸我們更新了 只是我們先更新在 即點讚上面 我記得不久以前還有玩家 在那個留言處告訴我說 欸都九年了 到底還要多久官方才願意開放 技能使用的這個順序選擇喔 欸不要擔心各位 我們開放了 但我們開放在即點讚